好的 树敌的台风呢 带来狂风好雨 现在桃园复兴山区这个罗河 罗浮河流部落这边呢 也传出了灾品 通过画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大量的土石流呢 是不断地从山坡上冲刷下来 几乎是已经冲刷出了一条新的土石流河道了 而山坡下方的民宅呢 目前已经大约有大概十间左右的房子呢 是被土石流给整个掩埋住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 除了已经被掩埋的房子之外呢 一旁还有好几间的民宅 也是积极的可危 随时可能被这个土石流给冲毁 那现在这边呢 就像画面中看到的整个土石流 就这样不断地夹带大量的土石 还有树木冲刷到河道里面 从高处往下看呢 到处都是滚滚的泥流 整个景象看起来是相当的恐怖 好 但目前呢 经过确认之后呢 这边的居民呢 都已经在昨天进行提前的撤离 撤离完毕 一共是疏散了有15户 25人之多 而目前呢 当地的复兴区的区长也正在现场作争指挥 就怕有其他更严重的灾情会再度发生 以上是现场最新主播